在大草原上石草形的动物羚羊正在一颗歪脖子树下觅食 而不远处一头狮子正在潜伏靠近 那动作一看就只是猫磕洞的狩猎动作 只见雌狮抬起腰 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爆发 在大约距离羚羊一米处跳起来将其放倒 羚羊在地上不断爱好 并试图用尖角防御 但它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逃生 让人意外的是 这时其他的狮子突然从四面八方重了出来 修裂的母狮当场蒙圈 好家伙 卖力就我一个吃的时候来一群 很快羚羊已无力回天 沦为了狮子们的嘴边肉 同样倒霉的还有这只羚羊 一只羚羊被狮子扑倒了 随即大批的狮群紧跟而来 开始分食猎物 就在这时 一条鸡肠绿绿的鳄鱼本味而来 也想上前分得一杯羹 谁知鳄鱼还没开头 狮子就露出了凶神恶煞的表情 你找死也要看看对象